大家好,也是我施健章,繼續給賽馬貼士的時間 剛剛星期日,我兩位拍檔非常神勇 中了三條三重彩,兩個合起來 我也挺幸運,中了兩條位置 希望今次星期三的夜馬貼士都可以幫到大家 我今次提供第二場四班1650位的賽事 我找到一隻樂班的馬,我覺得這隻馬 今次跑這個路程,他就有少少優勢 大家看看他上季如何贏 跟大家重溫一下,就是上季第598場四班1650位的賽事 介紹那隻馬,大家一講就知道 黃綠色衣服2號出閘,現在大約在第8位 那隻就是好計 另外,粉藍色衣服8號現在大約在尾三那隻保得住 也會和他一起在星期三的賽事出賽 你也可以留意保得住如何跑 留意保得住,今季他一直都在第三班賽事出賽 這次他下來四班跑1650,也沒有問題的 你不要以為他今季跑阿尼地 會不會轉了性能呢? 不是的,其實他跑1650草地都是對的 看到其實放頭橙白色衣服9號那隻是常山奇寶 然後紫色衣服3號那隻心中有你,就是第二 然後第三就是紅色衣服7號那隻踏雪飛翔 就是在第三位 因為那天其實下大雨也挺難跑 所以好計一直守著二踏 希望不受場地影響 一會兒他都會在外面發揮衝刺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這場馬都有一點意外發生 看到黃色衣服3號那隻神奇大帝 一會兒轉彎的時候他就不太小心 跌了下馬,幸好人就沒事了 開始轉彎由石頭,幸好神奇大帝沒事了 看到他心中有你,就跑了出來 但是安定凡勝就在中間那裡 藍色衣服3號那隻就展開衝刺 但是好計在外面打上來 就一邊一邊打上來 衝刺就比另外兩隻厲害 最後一百幾十他都搞定了 贏過馬衛就抽薑了 拿到這場的頭馬 然後心中有你,始終頂不過那隻安定凡勝 就只有第三個而已 大家都看到,其實這隻好計在上季 即1650那個贏馬的姿勢 其實都挺輕鬆的 這次的綁重一點,就一三三 不過有個二檔的配合蝕恩的形勢 其實對於這隻馬來看 在這一組裡面其實都有少少少超班 大家可以考慮去做膽 在腳方面,因為這一場真的馬不多 只有九隻,那就無謂給大家這麼多隻 就是大家給大家 夢幻戰士和紅磚勇士給大家 夢幻戰士前次就是贏過這個路程 上次表現得不好 騎士都被人問話 這次應該都比較省定 如果他發揮得好的話 就應該都可以威脅到一隻好計 這隻馬都是有實力的 但是就要看騎士怎麼發揮 另外一隻紅磚勇士,其實之前那次都有心增情去跑1650 不過那次就退出了 隻馬就有狀態,今年都贏過了 這次三檔加上火車搬,119磅 看看他到不到了 但是我覺得他之前如果有這個部署的話 我覺得他都不會貿貿然 就無端端背1650個賽事 以他這隻馬今季有狀態的話 不妨留意一下這隻 我覺得臨場會偏冷一點 是很少的 好了,第二場的分析就跟大家說說 記得我兩位好拍檔 Mathieu和阿鵬的片段 你們記得要討論 他們兩個都很王 中了三重彩 一個中兩條,一個中一條 記得不要走雞了 OK,下條片再見,拜拜